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今天来和大家聊到iPhone 12 目前看到的消息大概是10月13号礼拜二会有发表会发布 然后10月16号可以预购,10月23号可以购买 但是呢,Pro系列有没有可能会到11月呢? 有可能,因为像在2017年的iPhone X就比iPhone 8还要晚了一个月才能买得到 另外目前比较可信的就是iPhone 12看来是有四款 不过目前这个四款的名称到底是怎么命名 可能还有一些不同的讲法 比如说第一个版本像是iPhone 12,iPhone 12 Max,iPhone 12 Pro,iPhone 12 Pro Max 第二种版本就是iPhone 12 Mini,iPhone 12,iPhone 12 Pro,iPhone 12 Pro Max 所以目前看来iPhone 12 Pro跟12 Pro Max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在小支的iPhone 12和iPhone 12 Max看来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 甚至还有看到iPhone 12 Plus的说法 最明显的就是外观上回归了iPhone 4的接近直角的设计 从iPhone 6到iPhone 11用的圆角设计就不见了 终于回来这种直角的设计 搞不好就可以直的放在桌上了 希望保护壳也有类似的功能可以让我们直着可以再放在桌上 那另外一点我觉得推出了比较小的尺寸 这个尺寸大概在比S1大一点点而已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大小 那相较于iPhone 5的话可能大小也不会差太多 另外就是它前后都还是玻璃 然后是中框的设计 那两颗镜头而已可能是主镜头和超广角镜头 基本上也满足大多数的用途 那我最期待就是它的价格可以便宜一点 我目前最希望是用这一支 iPhone 12 Max跟iPhone 12 Pro差异可能比较明显 会是在它的镜头的数量 iPhone 12 Max是双镜头 iPhone 12 Pro是三镜头 那都是6.1英寸的大小 不过呢跟iPhone 11 Pro比较起来呢 还是比5.8英寸大了一点点 机身可能会比较大 可能在Pro和Pro Max上面会有LiDAR 那让你相机在拍摄的时候 可以更准确的测出这个距离来对焦 另外对于AR的扩增实镜也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第四款就是荧幕最大的iPhone 12 Pro Max 那目前从各方的资料来看 应该真的会叫做iPhone 12 Pro Max 那至少大家在这一点上面的名称都还是一样的 那它的尺寸可能也会比目前的iPhone 11 Pro 还要再大一点 然后是三个镜头的 可能一样也会有LiDAR 那配件的部分呢 听说这一次的充电线也会改变 会变成编织线的 这个就不太确定 那还有像是充电器 充电器有一个说法是只有Pro版的才会有充电器 它没有Pro版的就没有 而且Pro版的充电器是20W的 由此可知 iPhone Pro跟Pro Max 可能它的充电速度也可以到20W的充电 那可能比较低阶的 12,12 mini或者说12 max 这种型号的比较低阶的可能就没有了 比起目前Android随便都30W开始起跳的充电 甚至到60W,100W 这个20W充电感觉好像没有很大的进步 但我想iPhone的电池可能也没那么大 所以它充电起来的话 可能也不会需要那么久时间 就可以有更好的续航 目前看来可能四支都会有OLED的萤幕 但只有在高阶的Pro跟Pro Max 才会有120Hz 但是这个120Hz可能也不是真的120Hz 它可能是硬体有120Hz 但是软体没有开放这个功能 那或许这是出于效果不好 或是续航的考量 我觉得续航的可能性比较大了 毕竟120Hz真的非常烧电了 此外呢 iPhone的电力本来就不是很大了 那还要再去装120Hz 真的是比较捉襟见肘 iPhone 12将会是iPhone的第一支5G手机 那这四款都有支援5G 不过版本可能不太一样 Pro跟Pro Max支援的可能是比较高阶 像是Sub 6GHz 加上millimeter wave 而没有Pro的两支就只有支援Sub 6GHz 越接近发表会 我想会有更多更准确更可靠的消息流出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或是想要评测看的项目 也可以先留在影片下方 等实际发表后 我们看看要拿哪一支来玩 那邀请您按赞订阅分享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